失去的瞬间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天空漂浮的雨 像你一样 自由 给我一个秘密 好美丽 放空中心里想念着你 看野火的气力 我不逃避 回头把你抱紧 拖开人群找你 我们总是太晚 明白爱情的重量 承受不了这点伤口 两成了遗憾 让爱让爱笑我 赖尽最后失去你 眼泪交回我 交回我都是 这是最美好的事 这是最美好的事 我常常觉得这个世界太过喧嚣 所以喜欢在水中的纯净与安宁 在这里 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有时候我甚至会想 假如人的心上 有一道开关该有多好 观赏的 这世界便与我无关 打开的 就可以让这颗跳动的心 再次跳进人海里 再次跳进人海里 这位是 我认为 我认为 这位是 我认为 我们认为 不是你的第一天在工作 或是失敗的 而不是我的词 我去尝诞 我没有 vorher会儿 请说让我尝诞 只想给他和我们喝一杯咖啡 我会儿在他身上五秒 好,我会讨论你 好的 早安,女士 先生,我可以给你一个咖啡时间 开始现在 谢谢女士 我来到这里问你一个问题 是否我们失败了 因为有什么问题 跟这个计划 或是你会不成为 这个计划 对不起 那些秘密 我们不能告诉你 先生 如果这是你的计划 我建议你增加这个货币 为什么 这些货币 和低VoC的材料 没有进行测试 因此随着危险 在建设计 我相信 有一些 BioC chemistry lab 从 Harvard 尽管 尽管 最近几乎几乎的液晶液, 这样的液晶液, 尤其是在海岸上的高温度和温度。 是的,我们已经熟悉了这些问题。 实际上,我们正在谈论这些。 请我再试试我们吗? 请。 在我们的设计, 绿色并不是我们的主要。 设计的设计是一个完美的合作和自然的建筑。 Food is the primary building material. 加上,我们用3D printer to build the mood of villa, and are using virtual reality, 以设计一种进行的建筑, 这样可以继续组织的工作。 是的, 但是看你的建筑的价钱, 它是稍微的价格。 先生,您可以享受一杯的瓶酒瓶在一间银酒店, 1.5瓶的砂糖 65 温度也加了5澳的瓦 现在,我放在你这里 一个完美的杯子 所以你必须赔到我的服务 你 赔到更多 但赔到你的时间和精力 你赔到完美的服务 你认为这样的费用 是值得吗? 同样的原因是我的工作 你认为这些费用吗? 我会重复你的项目 只有一点 谢谢你的完美的咖啡 谢谢 戏看完了吧 不给叫个好吗,周总 小聪明 我再问你一遍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国啊? 现在没人了 我们聊聊吧 这个考验我通过了吗? 你知道这是一个考验 还算不错 不过市场 不像你想象的这么简单啊 其实做生意跟我学拳击一样 做好预判才是防守的关键 现在国内传统商业地产项目拒减 旅游类的度假村 民俗村的改造 反而成了主力部落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 市场已经变成了反攻为首的 往列调整器 不得不说 我儿子的判断非常正确 不过市场并不像你想象的这么简单 你这打造一个民族式的部落 投资得多大呀 我想先试试水 你一个SO度假村的投资就够了 啥你觉得呢 可以商议 你先回来 我还有点事先不说了 来 好 我来自签高中的 我来自签高中的 第一个人 我来自签高中的 那我来自签高中的 我来自签高中的 他自己投资的 我们来自签高中的 也许多了 再去自签高中的 你重新来自签高中的 我来自签高中的 你跟着高中的 要去那你的 我来自签高中的 我来自签高中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收到的消息 万事集团准备正式向法院申请破诈 万总因为受不了刺激 脑衣血突发 先正在医院抢救 他的儿子万有鹤 正在尽力支撑危局 人的贪念就像一把刀 这刀饼握在自己手里 虽然可以所向披靡 但如果这刀饼握在他人之手 那就等着血流成河吧 嗯 好 翔总好兴致啊 从哪里逃到一个宝贝啊 一个朋友送我的一副国际象棋 说是什么小叶子坛的材料 应该很贵的吧 记得年轻的时候 我们俩总在一起下中国象棋 你从来都没赢过 要不等空闲下来 我们用你这个宝贝对弈一局 国际象棋我不懂 给你一次翻盘的机会 周总 生意上我不跟你叫板 但是要说下国际象棋 谁输谁赢 那还真说不定 站住 宝贝 你正确 看 当你闭上眼睛 尝试让你走 它会变得更加强 更加强 更加强 和家庭能够伤害 他很好 对 在我们的手里 你必须得很帅 讨论坦白和严重 这是竞技术的思维 我们也能够活着的 这个周董今天召集董事会 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我们商量啊 亲眼 你把 S.O.度假村的材料 给姜董发过去 S.O.度假村 这个项目我们不是没中标吗 今天我就是要和诸位 通报一下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现在出现了转机 虽然成本有点高 但这是悉尼分公司 开疆拓拓的重要一步 我的意见是 上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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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你需要专业练育员 好的 好 好 好 既然周董已经决定 大家理应全力支持啊 悉尼分公司归我分管 我马上派人去悉尼 立即执行 好 还有一个事情要和大家商量一下 周董有什么指示啊 我们全力支持就是 你们知道 我这个儿子 在美国大学呢已经毕业了 到悉尼的分公司又历练了两年 我老了 那就是要给年轻人一个出头的机会 莫非SO这个项目是阿眼的手笔 阿眼还真是个人才呀 是啊 你看我们盛海有今天 就是大家齐心合力来创造的嘛 不过阿眼不是说他铁定不会回来了吗 年轻人嘛 一时一个想法 老蒋啊 我的意思是 让阿眼从项目部开始 你可要多代代 这你放心 阿眼在我的手下 我一定会让他迅速成长 好 那就一致通过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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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会让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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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可能是最厉害的事 是一位上监制的总装 一位高楼的商店 是西红店 你不可能会让你回来 我老板 要我回来 如果這樣,我們去吃飯 tonight 是的,希望我吃飯 你沒事吧? 你还好吗 有人问我喝酒 我现在已经喝了一点 你似乎了 我去吧 好的 你会有问题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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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你必须要留下来 我才能留下来 我必须要回来 阿姨 我等你回来 小秘密 生命的轨迹 因你泛起涟漪 曾为你 想把一切舍弃 小梦 你一定要等我回来 阿姨 我等你 小梦 我依照我们的约定回来了 那边机器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小梦 可以了吗 可以 好 加油 小梦 准备了 开始 大家好 感谢大家今天准时收看童话街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萌姐姐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两只老鼠的故事 名字呢就叫做 《亚历山大和发条老鼠》 小萌 阿七 怎么样 我刚才表现得还行吗 你表现得当然没有话说了 你可是我们台里的金牌主持啊 你看我们赞助商 又给我们送面膜来了 真的 我跟你讲 他就是想要你水水嫩嫩 静音剔透的 不过啊 我可要跟你借下光 这两盒给我了 小萌 外头有点快递 先收一下 好 谢谢啊 去吧 不是说有快递吗 送快递的人呢 等你大学毕业 我就回来跟你过生日 大学毕业那一年我二十二岁了 你一定要回来 你一定要回来 你 小萌 阿妍 小萌 小萌 生日快乐 这就哭了 这么多年没见 哭点还是和以前没变吧 讨厌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怎么都不通知我一下 你知不知道这些年 我有多难熬 你看起来成熟了好多 也变壮了 第一眼差点都没认出来 你这手受伤了是怎么回事啊 发生什么了 快告诉我 这么多的问题 我到底要先从哪个问题开始回答 啊 这伤 怎么弄的 严不严重啊 不知道谁给你包成这样 没事儿 伤疤是男人的勋章吗 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呀 还是那么爱逞强 回来就好 咱们回家吧 一会儿方叔来接我 你在这儿等着 我去取个东西 一分钟就好 马上回来 妈 小萌回来了 周叔叔 小萌 你们猜 谁回来了 爸 阿爷 回来也不打个招呼 可突然袭击啊 阿爷 你早算回来了 你又长高了 还结实了还是那么帅 你在国外没有花姐照顾 受苦了吧 我都想死你了 我在国外这些年一直都想你 但最想的还是你的牛肉面 牛肉面 你想吃花姐给你做的牛肉面是吧 那花姐现在就去给你擀面 花姐 我随口一说鸡蛋面就行了 不行 牛肉面 必须牛肉面 牛肉面 来 阿爷 欢迎你回来 你在外面受苦了 叶阿姨 我爸这几年身体不太好 多亏你照顾了 你爸这病啊 是累着的 刚才我替他测了下心跳 还算是稳定 这回你回来了 可以帮他分担下公司的事情 他这病啊 测好了一半 是啊 小猫 这次回来得比较仓促 没来得及给你带礼物 下次不上 你能回来 就是最大的礼物了 对了 中午那场玫瑰花伴雨 是你提前准备的吧 当然了 小猫 叔叔呢 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 你看看合不合心 好漂亮的项链啊 谢谢叔叔 我正愁下次上镜要带的饰品呢 麻木马上就要大学毕业了 踏上社会要抛头露面的 将来你需要什么饰品 叔叔一件一件给你添 谢谢周叔叔 我 怎么又哭了 这么脆弱 我看看 好 我才没哭呢 阿爷 你刚回来 这几天在家好好休息休息 正好呢倒倒时差 公司的事情 咱们慢慢再谈 不着急 我正好对盛海的整改 有一些想法 到时候我们好好聊聊 好 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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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盛海公司 前有狼后有虎 蒋家父子虎视眈眈 你要尽快 把公司的业务熟悉起来 不要让他们有反扑的机会 爸 我并不想按照公司原有的路数进行 我有我的想法 年轻人总是想法活跃 你刚回来 一静不一动 等你把周围一切都熟悉之后 再做商议 爸 我还是得跟你说清楚我此行回来的目的 我只是暂时在你身边做些事 其实我还是想去别的公司积累一些经验 做一些没有特殊待遇的锻炼 放着自己公司的事不做 跑到别人的公司去做 成何地度 传出去都让人笑话 爸 我 好了 今天不早了 咱们以后再商议 好吗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 你怎么了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 嗯 没事 这是有点头晕 阿姨 你发烧了 昨天都还好好的 今天怎么就发烧了 可能是伤口发炎了吧 没事 我上次问你伤口怎么弄的 你也不告诉我 到底怎么回事 回来之前 在悉尼一个人打了一架 没什么事 走 我带你去医院 不行 我十点还约了面试呢 没事 现在还早呢 来得及去医院 我总不能穿这个出门吧 你这点什么啊 恨 不 我不 不 不 对不起老师 我 我不是故意的 你是哪个班的学生啊 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对不起老师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我 我先走了 男子还不小吗 看看老师怎么教训您 原来是你啊 害我吓了一跳 我要告诉老师 你偷用教职工浴室 好啊 你干嘛 到时候老师问起来 你怎么知道的 你就说 是我去偷看周眼照洗澡的时候 偷偷看到的 周眼照的太过分 我 我才没了 小傻瓜 我就换衣服 谢谢医生 阿姨 你在这坐着 我去给你拿药 我一点事都没有 你不用这么照顾我 真的 你别动 坐着 别乱动 我马上就回来 小毛 萧医生 你怎么在这儿 这位是 这是阿姨 周眼照 她的手受伤了 我们来处理一下 你好 很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 我叫萧思智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没什么事 我们已经看过医生了 一会儿拿点药就好了 那好 我先去厂房 有什么需要的话随时叫我 好 乖乖坐在这儿 千万别乱跑 您好 请问多少钱 您稍等我查一下 小萌姐姐 是小萌姐姐吗 小萌姐姐 我是小萌姐姐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天空 刚才我一下就听出你的声音了 小萌姐姐 你主持的童话节 我们福利医院的小朋友 每天都在看 我喜欢听你讲故事 一听到你的声音 我们所有同学都很开心 谢谢天空 我扶你去那边坐好不好 嗯 来 跟我来 你怎么一个人在医院啊 不是 福利医院的秦老师 带我来检查眼睛 现在他去拿检查单 让我在这里等他 小萌姐姐 我能求你一件事吗 你说吧 周日下午 是我们福利医院的探访日 你能不能到福利医院里来 给我们讲故事呀 我们福利医院的小朋友 都很喜欢看你 主持的童话节 要是你能来看我 给我和同学们讲故事 那就太好了 好啊 那等下次探访日 我到福利医院去看你 真的 一定 我说话算数 那我回去就跟大家说 是我请姐姐过来的 好 天空 秦老师 秦老师 这是电视上童话节里的 小萌姐姐 她刚才答应探访日的时候 到我们福利医院来 给我们讲故事 她答应了 真的啊 欢迎你到我们福利医院来 天空 我们要走了 跟小萌姐姐说再见吧 小萌姐姐 你一定要记得我们的约定 好 一言为定 走吧 对不起 周先生 我们公司 今年暂时没有招聘留学人才的计划 你看都没看 你怎么知道我什么学历背景 地产企业 需要考虑从传统商业地产 到多元化地产综合体的转型 这是新的经济形势下的时代需求 我个人认为 民宿是眼下的投资热点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已经对传统酒店产生了厌倦 他们在旅游和度假时 更热衷于选择向自己加一样温馨的民宿 周先生 我们大家都知道您是盛海集团 盛海是盛海 我是我 我只想要我自己的战场 你要是真拿我们公司当战场 那我们全都得成炮灰呀 你也知道 我们公司的水浅 容不下真龙 抱歉 给您添麻烦了 周先生 您的材料 送给你们了 哎呦 糟了 怎么了 搭配这条裙子项链忘了给你戴了 阿七 没事了 就随便拿一条搭一下就行 这怎么行啊 哎呀小萌你不知道吧 搭配这些服装和配饰 不是 就像恋爱关系一样 要能匹配上才行 怎么能将就呢 唉 算了小妈 你在这儿等我五分钟 我上去给你拿一下 行 那你快去吧 你手上的东西啊 我来拿 嗯 哦 对了 一会儿接我们的车马上就到了 你让他等我五分钟 好嘞 上车吧 你 是送我去录节目的吗 是 上车吧 哦 那个 阿七还在楼上拿东西 要不然我等他下来 再一起上车 你上车等吧 没事 我先打个电话 催催他 进来 万事的老板 昨天晚上突然离世了 知道了 你下去吧 是 你出去把门灌上 周家公子出去求职 这么快就回来了 你是要给我报喜讯呢 还是要兴师问罪呢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你求职的第一家公司 因为去年没有按时发工资 被员工申诉到劳动仲裁 第二家公司 今天刚注册成立 注册资金八十万元人民币 还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 这些公司都不适合你 你就这么想 完全控制我的人生吗 这些年 我对你轻力培养 送你留学 给你机会 我投资了不少成本 现在是 该我计算利润回报的时候了 我异手培养的商业精英 去这些不入流的公司卖名 你希望我怎么做 你不仅是我的儿子 更是我 投资买断的人才产品 行 这一局算你赢了 不过周总 就算要离开南云 我也是不会向你屈服的 喂 你们找错人了 他不是我的家人 你们不能这样针对小某 他是无辜的 少废话周冰你 你把我和我爸逼得没活路了 你也别想好过 那 那你们要多少钱 一百万 我给你三个小时送到西海三七 否则 你就到这儿给周小萌收尸吧 喂 喂 报 怎么了 小萌 被别人绑架了 什么 到底怎么回事 万有鹤 万有鹤 万石集团万有鹤 是 现在 现在我们无论如何 想见办法救出小萌 不能让这个孩子受到任何的伤害 报警 现在就报警 不能 不能报警 报警 他们更加会伤害小萌 他们不是要钱吗 给他们钱就好了吗 爸 你错了 万有鹤不是职业绑匪 他公司破产 至今又刚离世 他根本就不是要保家勒索 一百万对他来说算什么呢 他想要的不是钱 是复仇 复仇 对 他就是想复仇 他想报复你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报警 小萌就会受到伤害 爸 你说得对 报警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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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什么情况了 这是 不得了 走啊 来 终于 终于来了 快来 快来 终于来了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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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萌 你是周丁领 我是周丁领 跟我来 在哪儿呢 好了好了 这边 不要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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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退 过去 后退谢谢啊 不要 小萌在哪儿呢 在哪儿 来 你们先不要着急 一切替我们警察指挥 找到了吗 万有鹤 根本就没有想过 隐藏自己的位置 他就在那边的路上 不过 在不能保证 人质安全的情况下 我们暂时还不能 采取行动 警察同志 一定要救出小萌啊 小萌有什么事的话 我也不想扶 小萌不会有事的 我发誓 就算我骗了这条命 也要把小萌给救出来 小萌 万有鹤的电话 打给美帝 周宾你 你到了没有 我到了 小萌呢 周宾你 想不到你也有今天 周宾你 周宾你 我再说一遍 小萌呢 周叔叔 你不要过来 他手里有刀 周宾你不要过来 小萌 小萌 别害怕 我们来救你了 万有鹤 如果你杀害小萌 我会让你付出 更大的代价 突然一刀裂缝 拉着神经 将灯通松涌 我的一切变苍白 随快乐在腹中 在你走后的空洞 我不作声 临终的曾经 希望你偶尔去触碰 Take back my heart Take back my soul Don't let me cry 让我一片悲哀 总会有平行的 爱情的宇宙 你一步世界 你的疲劳 Take back my heart Take back my soul Don't let me cry 说出我的高伴 总会有平行的 爱情的颜空 给一切变苏 给一切自个爱的理由 Take back my heart Take back my heart Take back my soul Don't let me cry 说出我的高伴 总会有平行的 爱情的宇宙 给一切自个爱的宇宙 给一切自个爱的理由 Cause I love you 我只想跟你说 在不同的时空 Please stick back my heart Please stick back my heart Yeah yeah Oh yeah yeah Oh this is love Cause I love you